好烫 没有我骗你的 hello大家好这里是最强折腾王 我们长时间玩手机的话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手机会发热非常的严重 从而影响我们玩游戏整体的一个体验的速度 这就非常的糟糕啊 像我这个即将准备登上王子荣耀段位的游戏天台 怎么能让手机发热问题来阻碍我进军的道路呢 好吧我只是个白银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开箱一款专门用于针对手机发热问题的一个小升器 它就是Denadeng这个手机散热支架 它是半导体制冷的手机散热支架 到底长什么样呢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吧 拆出来呢就是这么个样子 结构呢非常简单 前面是一个风扇 后面就是一块银白色的金属块 摸起来呢有点凉凉的 那它是怎么样一个工作原理呢 就是我们给它通上电之后 然后这个散热风扇就会快速的旋转 然后它的这一面就会产生大量的冷气 使这块温度迅速的下降 最低的话可以好像可以降到15.5度左右 那怎么一个使用方法呢 就是把手机夹上去 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构造 就我们编载完的话 它就会给我们的手机进行一个散热 外观看起来还不错吧 未通上电之前呢 它的表面的温度是26.7度 下面有个通上电来看一下 它到底温度可以降到多少度 现在已经开始通上电了 它的一个散热风扇开始在快速的旋转 里面还有一个会变颜色的一个LED灯 会渐变颜色 晚上看起来会非常漂亮 然后它的背面呢 开始在逐步的降温了 摸上去呢已经很冷了 它的降温效率还是很快的 非常迅速的就开始降温了 你看温度在一直的下降 最低差不多降低到16度左右 现在温度已经非常低 它表面已经开始形成了一层薄薄的水膜 也就是说它温度已经非常低了 都开始生成水温 然后我们只要把手机给加在它上面 这样就达到了可以手机直接降温的一个效果 我们这样玩游戏的话 就会非常的凉快 不会让我们手机产生卡顿的效果 这样的游戏体验就非常棒啊 而且整体的外观的话 看起来也非常的好看 黑暗环境看起来呢 就更加的漂亮了 现在摸起来整个手机都有点凉凉的感觉 它已经让整个手机都开始达到了一个降温的效果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体验下来感觉还不错 但是话说本 真正想让手机达到降温的效果的话 就是放下手机 让手机休息 毕竟长时间的玩游戏 对我们也不太健康 适度游戏 切勿沉迷网络游戏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想推荐给我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